《泪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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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不一定有心情的氣血 但是,泪比較容易喚起情緒上的氣血 累当然是身体的形态是改变的 不过不一定会堕入在心情里面 但是极易堕入在负面情绪里面 而它这个累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式 那这个也是形成它的设计的原理 其实真正的关照都在后半段 就像我们刚刚最后说 赶快把素质说一说要下班了 大家心情就开始变化起来 看到那么一堆什么时候才会下班 对不对 刚才你真正去做的时候 带着关照去做其实是很快的 通常像到这个时候累前面也累过了 如果你有好好关照的话 现在身体是不太一样 但是精神其实会很好 不会比较差 那个跟你上班一整天之后的疲惫是不一样的 让我可以说 感谢观看